你检查过个人数据库的使用记录吗?是否存在被人入侵和篡改数据的可能? 不,我已经再三确认过了,问题绝对不是出在我这里。 你们这是…… 瑞克先生在试用一种新的擬胎技术时遭遇了异常状况,总之变成了现在的样子。 找出问题原因了吗? 还在调查中,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。 希望不是什么麻烦的问题,我这副样子怕是要吓坏不少人吧? 唉……你已经看到下面那处闹剧了吧? 原言已经查明,数据库中带好圆形T04的拟胎单元被人用异化人的数据给调包了。 所以,瑞克在调取T04单元时,错误地取到了异化人的拟胎数据。 我调查了拟胎数据库的使用记录,筛选出了所有具备数据修改权限的高借账户, 并比对了可能的作案时间。 原型T04的数据单元很少被调用,最近的一次是在两个月前,所以目标基本已经确定。 他叫塞米尔,海加德执行者成员,虽然服役年限不长,但能力相当突出。 我本可以说,他是个前途无量的年轻人。 唉……但可惜的是,与能力同样突出的,还有他糟糕的性格。 有多糟糕? 那孩子是出了名的怪人,总能惹出各种乱子。 热衷于搞一些只有他自己能笑得出来的恶作剧,所以很少有人愿意跟他打交道。 我们在一个月前就与他失去了联系,他也没有上报过自己的行动轨迹。 我请你来,就是想你能帮我解决这个麻烦。 我该从哪儿入手调查? 根据现有的记录,他经常会在地面上的一处安全屋落脚,你可以从那里着手调查。 我会把安全屋的数据发送给你,只要让他还回原型T04的数据就好。 我们可以不追究他在数据库中上传虚假数据的责任。 唉……希望这场闹剧能快点平息。 我有一点几次。 我会把安全屋抑上去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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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会打开。 我会打开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